大家好,歡迎回到每週賽馬快順外行 馬上和大家看看 22年3月21日至3月27日 世界各地有什麼賽馬新聞 首先和大家看看本地消息 今個星期主力是關於兩位騎士 首先第一位是莫丹尼 大家都知道她是因為家人的原因 所以決定向馬會申請提早撤銷她的騎士牌照 所以馬會也批准了 她跑完4月3日的賽事之後 就會正式完成在香港短暫的拆騎期間 雖然她騎得不太長 但仍然贏了兩回合 但她之前在新加坡拆騎時 都出現過類似情況 所以希望莫丹尼和家人 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亦都捉完莫丹尼 回到澳洲之後 發展都可以繼續順利 至於另一宗新聞 另一位騎士和黃俊有關 因為她成為了騎士中招第一人 在上星期日跑完3,000日後 做檢測後發現是確診了 因為大家知道馬會實施了一些 賽馬防疫氣泡 亦都安排了不同的騎士 分成不同小組 方便她們做一些檢測和監測的工作 被安排到和黃俊同一組的騎士 分別有陳家熙、黎海榮、周俊諾和毛顯東 因為他們都同一組 所以因為黃俊中了一招 他們四個都要做隔離的工作 因為黃俊這樣確診後 不能跑 連第四位騎士都不能跑 所以剛剛那星期三 就出現了五位騎士不能跑的情況 所以配搭都大兜亂 亦都搞得頗麻煩 但幸好那四位騎士本身都感到沒事 所以希望黃俊都可以快點好 可以快點加入戰團 而那四位騎士都很快已經投入賊騎士 譬如周俊諾剛剛星期日都贏了馬 黎海榮是因為他自己有些私事 就變成了星期日 看看他星期三 星期三會不會 或者星期日都可以遇上出到賽 馬圈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防疫氣泡也很貴 希望雖然有些零星的個案 但都可以堅守住 不要被人堵穿了 澳油氣泡就被人堵穿了 希望這個防護氣泡就不要被人堵穿了 說完本地新聞 就立即跟大家看看海外消息 首先第一集來到澳洲 澳洲也有兩宗都算是挺大的新聞 亦都是跟馬有關的 首先大家知道古摩亞其實在澳洲都有它的分佈 亦都有兩隻馬 接下來的動態很值得關注 首先第一隻就是加士國士 加士國士之前跟大家提及過 因為受傷便會缺席史密夫錦標 亦都是儲蓄火力 應該會全力去備戰 但是收到消息 原來古摩亞集團有意 將加士國士跑完今年之後 或是今年內便會將他退役轉為總馬 挺意外的 但是也是 經常都說好馬 如果他真的有很亮眼的成績 例如已經一組贏了很多球一級賽 早些退役配種 其實未常不是一件壞事 看看加士國士遲些是否真的好像古摩亞那邊 是完成今年的賽季就會退役 還是直接跑完馬士谷賽季就會退役 講到古摩亞的馬 另一部分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愛爾蘭馬王 即是上年不到歐洲最佳的馬王 就是金教堂 金教堂退役之後就在英國配種 但是最新消息就是 古摩亞也將會安排金教堂南下 去澳洲做總馬王 都蠻特別的 因為這個金教堂本身自己的成績都很厲害 血統是非常漂亮的 沒有想過在最後會選擇去南下去澳洲 或者根據古摩亞集團那邊說 可能在歐洲太搶手 太多籤子搶著想跟他配種 不如試一下決定 讓金教堂去南下 看看澳洲那邊會不會有發展 將會以四萬四千元澳子的配種費 就去澳洲 看看這批這麼厲害的馬王級 賽季下去澳洲之後 配種會不會一樣這麼厲害 也可能令澳洲的長途馬騰 再增加一些厲害的新血 第三單 看到這件彩衣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威利系的彩衣 大家知道 威利系本來是今年香港打比 派了兩隻馬拉克圖火箭和多巴斯先生 想著至少可以有一隻主力去贏一次打比 大家知道這件衣服過往 經常跟打比擦身而過 譬如威利加素、威利加度、威利旺旺 總是都贏不到 但是他剛剛總算都贏了一場一級賽 說的是這隻9月飛遲 剛剛星期就贏了一場一級賽 威利列特錦標 亦擊敗了一隻未輸過的馬去贏 這批威利是個癡馬 其實之前都有在越洋主播賽事見過 亦都說我們之前跟大家報道過 在那一場短途的一級賽 就跑第二 今次終於坐正了 看看這隻9月飛遲 贏完這場一級賽之後 會不會再中過一些更高級數的短途大賽 可以跟馬仔去較量 第四單新聞 就是關於未來週末會跑的唐家士 大家知道 現在澳洲那邊 特別是新南威爾士州 連日都下很大雨 那些馬場的場地情況都頗不理想 亦都是因為這樣 譬如說 剛剛星期有不少大賽被迫要去改期 搬去其他馬場那裏進行 或者是因為場地太爛了 縮短了路程 譬如道洛錦標 就縮了去由2,000米 縮了去1,800米 但是根據說 雖然接下來天氣可能會很不穩定 但是澳洲馬匯也相信 唐家士第一的賽 就不會受影響 看看會不會最終 好像他們這樣說 可以看回一個好小小的天氣進行 因為如果沒有記錯 上年也是同樣 天雨的關係 就令到本身我們香港的澳洲轉播賽 就有影響到的 希望也不要 因為始終這項 這個賽日其實都頗好看的 最後一宗新聞 亦都繼續跟大家更新的 就是澳洲短途馬王綠化帶 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綠化帶來的目標就是 6月的皇家雅士谷賽期 這個目標都不會變 而它的騎士配搭也不會變 就是賈傑美 在未來6月宣布 也確定會陪同這隻綠化帶 一起前往亞士谷出戰賽期 看看這對夜馬拍檔 可不可以在亞士谷賽期 繼續得到好成績 亦都替澳洲馬在英國拿到9位頭馬 因為如果沒有記錯 對上一隻都可能是魚子精華 都有一大段時間 沒有澳洲馬在英國揚威 如果大家知道 可能中間過程也有些澳洲馬表現得好 都歡迎在留言跟我們說 看完澳洲 跟大家看看英國 又是這件衣服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英外的平地賽季終於開始了 終於等到很久 因為接下來都很快會有 英國以前堅尼的大賽進行 為經典賽事鋪路 而這件衣服 今次的主角就是那隻後土 因為他剛剛正式復出了 在愛爾蘭贏過一場 就是公園快線錦標的三級賽 輕鬆擊敗了拐彎抹角 根據岳伯仁的部署 這批後土 將會以樂景潔錦標來做目標 看看這批貼馬 在海上供電 私情站放都已經退役 變成總馬之後 可不可以真正正正在一級賽事 到楊威 看完英國賽事之後 就和大家看看日本 大家知道 日本在星期日 都會有大阪杯這場一級賽去舉行 剛剛我周末高重工就爆到七彩了 看看這屆的大阪杯又會怎樣 因為有日本馬王樂透心去復出 也陪同住去的 有同住或禮觀花環 例如之前來過香港杯 跑第三的磅磅毛比 本身其實他都想來女王杯那裡跑 可惜今年冠軍賽馬 就不會有外對馬 所以他改變了部署 掘孫恆 即是列馬斯 安排他回來出展這場大阪杯 再加上上次破了場地 贏了金虎上的金積棋 Jack Dior 因為有了贏名 所以這屆大阪杯都頗好看 看看會不會像去年 下著大雨給禮觀花環大勝 還是落透心 復出都可以輕鬆贏 這個大阪杯特輯 我們接下來星期四都會跟大家做分析 所以記得留意 最後都和大家簡單說一下杜拜消息 因為剛剛星期六 杜拜世界杯賽馬就順利完成了 日本隊繼續都威到盡 不止在沙特威 杜拜都威到爆燈 八場轉播賽事 贏了五場 再加兩場上名 真是完全 封頭被他們搶了 當中 例如列馬斯 齒作坊人更加威 一個人就贏了三場 包括杜拜金杯的愚者眼界 高多分一理賽的馬斯福布 以及鬥得很精彩的 杜拜草地大賽 平頭冠軍本初之海 這三場賽事 其實對此作坊人都很大意義 在海外都可以繼續交到好成績 特別草地大賽 本初之海和諾斯芬 可以鬥得回來 其實當然 陳年尾酒都一點都不失禮 其實最剩一步 例如司馬經典賽 大帝贏了 杜拜金山軒錶 熱望都可以跑到第二 再加上主題賽事 杜拜世界盃 其實日本的中和魔像 都在很劣勢的情況下 都可以追回第三 當然頭馬就是美國代表的一出盛名 其實戴圖里 都很久沒有贏過這場賽事 對上一次如果沒有技術 就已經是2006年的電極試者 贏完之後 到現在都再贏杜拜世界盃 所以都看得出很興奮 除了日本隊 其實美國隊都不錯 都贏了一場主題賽事 杜拜世界盃 曲中人散 看看下年有沒有看到這些馬 也可以看實這些馬 之後的部署 或者他們的目標是怎樣 例如魚者眼界已經說明想去跑 亞士谷金杯 麥爾杯杯 即管看看他們是否真的這樣部署 今集的每週賽馬快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下星期繼續有阿航和大家 由世界看賽馬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希望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點去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G 之後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小鐘 那就不怕錯過我們每一集的最新資訊 記得啦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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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